要问目前最火的番是什么 那肯定非鬼灭之人莫属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这部播放过亿的番的几位主角 到底各有怎么样的特色 藏门贪智郎以个受益于 加强最大方式的富二代 在任天看了剧情之后 明显发现贪智郎其实是个富二代 当然这里的富奇 实指的是非物质的财富了 在播出的19集剧情中 贪智郎依靠回忆老爹的教导 运用火神神之乐将 夏弦蜘蛛男低路绝境 差点将其秒杀 后来的剧情中 贪智郎也是通过回忆老爹的教导 语物出通动事件 向尚嫌头颅斩下 而同时在遭遇危险的时候 往往作为妹妹的泥斗子 都会挺身而出挡下致命一击 在打致敌的时候 妹妹倒下了风力的蛛丝 在漫画画街片中打尚嫌兄妹 以及后来在对付尚嫌寺的战斗中 所以如果说没有妹妹 贪智郎就不会举得胜利 甚至早就领了便当 而贪智郎的一路过关斩箱 几乎都有家人的旁住 相比于其他的鬼杀队成员来说 贪智郎因为有家人留下的 这些无情巨大的帮助 而称得上是一个不知不破的富二代 火气善意一个 请了最强盲者带恋的男人 剧情一开始我们以为 善意只是一个搞笑担当的角色 直到他的一次睡着 在睡梦中一刀解决一个鬼 那场面简直是判若两人 善意睡着后的人格的实力 那绝对是住级别的 而且甚至超过了一般的住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善意在漫化后来的事情中 凭借一人之力最快秒杀一位上前 实力着实让人撑起 重铸古典人曾经说过 一个上前需要至少三名猪才能够应付 而我其善意拥有这样的实力 也归功于名师桑岛慈悟郎 因为他从来都不放弃善意 而后来的善意也没让他失望 为他心里门户 并且自创为知呼吸第七世 嘴平一蜘蛛鬼杀队的信任天才见识 一蜘蛛又叫一蜘蛛可投蝉是猪突猛进 也看这蜘蛛平时傻乎乎 战斗方式红冲之状 文化水平多高 甚至有时听不懂对方的那些词语的意思 但是在没任何导师教导下 学会呼吸之法 并且用独创受制呼吸 在这两点就绝对称得上是天才 更不要说在剧情中 展示了他那独一无二的受制呼吸 第七世风险感知 作为目前唯一一种 对战斗的呼吸第七招式 就是让人眼前一亮 所以说我们的一蜘蛛是天才虎还没人不服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按你们